经过两档时间转件的 台南桂林文化中心 真是开无够用 除了有庆祝外党以外 第2条的门电缆 就是由在地三位业势家 所来进行的联合电出 有相当多卫族在在现状电出 让大家了解到 原来在自己的家乡桂林 就有很多实力优秀的业势家 竟是真是没了解到 他们的精力和創造的故事 在台南桂林文化中心 真收两年中心开无后 原来收店也接收来丁丁 收到几人在地的三位业势家 所大来的联合电出 理容是相当的精彩的芳芙 而这三位就出现在 这两百公尺的同一条街上 我想在全世界都是少有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也表示说龟仁这个地方真的是 有非常肥沃的艺术养分 能够培育出这么杰出的艺术家 龟仁文化中心在这个地方 应该承接这样子的一个精神 如何在后续继续去带动整个 在龟仁地区或是整个大安新峰区 怎么样子再把艺术的种子播得更深 然后让这个幼苗能够不断的往上成长发展 我想这个灿烂对文化中心 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启发 通过这种电影 除了可以让参观的民众了解到他们的精力以外 也通过行传作品的过程 来探索到其中創作的艺术 其实因为这三位的艺术家 都是来自几人的公辖家 米厨的乞家 竟然是在不够200公秋的楼顶 再次电影了台南这个文化基督的美名 在这我75年前要出国以前 想要睡一个围殿 当时唯一的地方就是香港所有的类型 差不多这些三分之一 在这种电影中的电影到6月26号的围殖 让各地有幸福的民众 都有机会可以前来分享 也是已经收到的 几人文化中心 带来一个专心的开始 接下来就加明几人区彩虹报道